大家好,我是你们爱操心的孟老师 今天又操心你们的健康问题 大家都知道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参与人体的新增和代谢 最近几年肝病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是为什么呢 中医学当中说肝输泻胆质参与我们消化 全身的毒素代谢也是通过我们肝脏来完成的 所以饮食的情况跟肝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我们平时酗酒抱一抱时吃油腻的东西 发霉的东西大家觉得可惜 扔了发霉的一半留下一半这样 还有是冰箱里的剩菜剩饭 隔了时间过久拿出来试 这样都会产生香的毒素 最后经过我们肝脏的代谢就会加重它的负担 对此就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生活规律 首先一定要戒酒 第二点就是我们吃饭要规律 吃这些健康营养的食物 再就是那些发霉的食物全部都扔掉 不要说这边没发霉 这边发霉了 其实在显微镜下看 没发霉的它也是有细菌存在的 还有就是剩菜剩饭大家也不要吃 这样的话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肝脏也会越来越健康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减肥这个话题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那肥胖又分好几种 有虚胖的实胖的 那在我们的身上有个穴位 就可以帮助我们减肥 这个穴位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叫滑肉门穴 关于滑肉还有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穴位在我们腹部肚脐上面一寸 距离正中线两寸的位置 这个穴位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去弹湿和减肥 其实呢弹湿和减肥 两者呢是紧密相连的 那中医上就说呢胖人多弹湿 所以啊有弹湿体质 或者是想要减肥的 要多按一按这个穴位 可以呢用按压的方法 一按一松 按摩三分钟左右 按滑肉门穴的时候 可能呢会有打嗝 放屁 或者是肠胃蠕动和倾泻的现象 那不用担心 这个呢属于是正常的反应 只要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 多按一按这个穴位 就可以减少体内的弹湿了 那弹湿少了 自然而然的 就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了 那想减肥的 还不快一点试一试这个穴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肝气郁节 是我们女人经常患有的疾病 其实呢 这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那经常我们会感觉到胸闷 乳房胀痛 月经不调等 那今天木子给大家呢 分享三个可以疏肝解郁的方法 一 首先呢 可以每天按一按硬糖穴 在我们两个眉头的中间 我们可以呢 用食指按硬糖穴 每次按200下就行 每天可以按两次 早晚各一次 就能够拿起的很好的梳干礼器 排除浊气废气的作用了 二 如果肝气郁节的女性朋友 建议啊 大家平时可以敲一敲食指 因为我们手指上的穴位很多 而且啊都知道 食指连心 所以常敲手指 可以放松和舒缓心情 这样心中的郁节之气 就能够解开了 三 因为肝煮书屑 那肝气通了 百脉也就通了 所以啊 通肝精 可以呢 用推的方法 可以推推脚 从脚背开始 沿着脚趾缝 向脚趾的方向推 可以啊 用点力气 最好呢 能感觉到酸痛 要先推左脚 然后再推右脚 每个脚推50下就行 那除了按摩之外 平时我们还应该要注意合理的饮食 调节情绪 要有一个好的作息时间 这样呢 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我们睡觉姿势不对 或者呢 受了风寒 一不小心啊 就容易落枕 那通常自己揉揉脖子 忍一忍 等着他好 那今天呢 木子就教大家一招 可以快速的缓解疼痛 这个方法就是按一按 肘疗穴 那肘疗穴呢 是在我们手臂上 当手肘弯曲的时候 先找到曲池穴 曲池穴外上方一寸 公骨的边缘处 那这个穴位呢 有很好的舒筋活络的功效 所以是我们身上自备的落枕药 那当我们落枕的时候 就可以啊 用大拇指 按这个穴位 三到五分钟 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 缓解落枕的疼痛了 因为呢 肘疗穴属于首阳鸣大肠颈 而首阳鸣大肠颈 巡行经过肩颈部 所以呢 我们刺激这个穴位 能够输条肩颈部的经络气血 能够迅速的缓解 肩颈部的肌肉经轮 所以啊 当我们落枕的时候 不妨呢 就试一试这个穴位吧 美奥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我们是不是经常看见 身边的中老年人 很少有吃肉的 那一问为什么 都说呀 吃肉吃多了 容易三高 其实啊 这些担心呢 都是多余的 相反的 如果啊 是隐食不均衡 这样呢 反而会加速身体衰老 所以呀 中老年人是可以吃肉的 但是 要注意吃法 那有的人 担心肉吃多了 会引起体内胆固醇升高 其实呢 并不会 因为我们人体内的胆固醇 由70%到80% 是由肝脏合成的 只有呢 一小部分 是来自饮食上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饮食中的胆固醇 对人体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要注意的是 吃肉的时候 尽量呢 吃瘦肉 少吃肥肉 那么吃肉的时候 可以呢 与豆类一起搭配吃 这样可以防止 动脉硬化 比如呢 用肉炒黄豆 或者呀 是用肉和腐竹一起炖 还有呢 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 吃畜不如吃芹 吃芹不如吃鱼 所以鱼肉 是很适合老年人吃的 可以呢 防止老年痴呆 还有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吃肉的话 要少吃红肉 尽量呢 吃白肉 那俗话说的好 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呀 老年人 只要记住这些 就不必担心 体内胆固醇升高了 只要平时营养均衡 才能有好的身体哦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 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狗尾巴草啊 相信呢 大家都不陌生了 那我们小的时候 就喜欢呀 用它来编一些小动物 或者呢 是用来逗人 那这种草 大马路上随处可见 所以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其实狗尾巴草啊 是一种中药 有很多功效 第一 狗尾巴草 可以清干明目 如果你有干火旺 或者是势力下降的情况 就可以啊 用狗尾巴草熬药 或者是熬汤 这样就可以帮助 把干火呢 降下来 视力啊 也会慢慢的变好的 第二 可以清热降火 尤其现在夏天 动不动啊 就爱上火的人 或者呢 是有口腔溃疡的人 都可以用狗尾巴草 熬药喝 可以帮助清热降火 改善上火 和口腔溃疡 第三 可以解毒力尿 那除了上面两个作用 狗尾巴草呢 还有解毒的功能 就像我们经常出去吃小摊和烧烤的 体内呢 就会堆积很多的毒素 那这个时候 用狗尾巴草熬药喝 就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而且对于平时小便困难的人 用狗尾巴草也可以力尿 那看这小小不起眼的狗尾巴草 竟然呢 还有这么多的功效 只是啊 有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那狗尾巴草虽然好 但是使用之前 最好啊 还是要问一下医生 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